今天 旺仔是被包围了 想溜 完了 被逮了一个阵着 还这个鸡苗就直接打下来了 哦 这一波直接是 现在很急 就是谁来都给点压力 抽到一个算一个 哇 现在CTG四个要分踩 我的天呐 这踩的真的是开 哎呦 许慎这边的话 是应该是从车上直接被打下来了 一辆蹦蹦吧 哦 五位好像是 拿下了这一分啊 还不善客气 小白鞋也来了 哦 这个过点 胆子好大呀 想要丢道具的 是的 他的闪已经丢出来了 这把枪也有机会有奇迹 但对手人太多了 被白了 人太多了 直接洗了脖头 哇 那这样的话 只剩下高点的一个人了呀 嗯 这种高点加强的鸭皮 嗯 这是本来这个大仓的 只不过被南哥顶了太太久的一段时间 第一时间没有打开突破口 嗯 天呐就是他开镜看哪里哪里都有人 嗯 这很尴尬 其实远展你跟着进就完事了 嗯 找若策的队伍都是从那种大老远地方来的 是的 我就是 那龙斯哥捏了一颗雷 老菊已经被扶起来了 近年龙将军一个过点把周平掀秒 然后再看 幻神也再往下来 走了一个小的蟹王区 他以为对方在高点位置 其实幻神已经拉下来 他在术后等着等队友跑位 啊 这边的是南南一颗雷炸倒了伯良 对 南南来了 那这样的话南南单线突破了呀 对 对 就是等着等队友跑 老菊老菊反应过来了 老菊马上看到对手了 我白速度很宽了已经 啊 但没办法 这边的话南南露出是会更多 对的 是远点焦阳的枪线 把南南击倒 对 不过近年老菊刚才也可以继续pick 幻神出了一波枪 打明明来到了近年 打到了龙斯哥身上 龙斯哥也倒地 只剩老菊最后一人 嗯 远点焦阳 好像还是能抽得到的啊 他是驱车过来看了看 明明 对不对 老菊拉墙再两个 远点焦阳 幻神必须要打药 不打药不行了 他在打包的工袋 再打个包 有没有包 他包好像没了 没有包了吧 站起来给收了 没包了 他刚才在树后吃了一堆道具 贵贵 那雷都快吧 这种战斗就很好看 真的 幻神其实刚才 打了不出其不一 就是出其不一 你否则你 暴露进行暴露进行 暴露进行玩意 跟对方进行一对一 自己血量不占优势一枪倒了 黑进行其实 呃 会比较轻松一点 是 坦克把杜哥击倒了 杜哥说咱们回家吧 坦克说不行 把南面打了 大炮本人秒了 挺准的 打得有挺准的 是吧 林树的右后胎出了问题 继续往里面开 琪琪已经跟上了大部分步伐 天马上是四个人一起走 小鬼在这个位置上卡掉两个 赛勒跟焦阳都倒了 你看这个山底 这个山底真的是究竟找角入场 很难走 是的 呃 天鹿两个人已经是来到了 整个阶段四的东侧反击坡 对 也在坑里 对 在双坑 固点给了一枪头 直接趴下 骗自己 再一开镜 鱼脸已经来到了脸上 好在队友近年有埋人的 这一波DT整体的战术思路 布局还是非常的好的 很稳健 这边人数太多了呀 前面还有天马 天马经过了一步转移 来到了DT的身后 天马最喜欢了 最喜欢就劝架了 但是豪斯格在背后也来了 这一波西边又是一个角肉场 四面八方都是人 豪斯格进点出枪 林树倒地 崔奇也回过头来想要给队友报仇 他们是远点枪线 冲的他有点蒙了 四面八方都是枪线 真的是 这这个地方玩不了 玩不了玩不了 这怎么办呢 天马也被淘汰了 下班了 哇七八个队伍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开压技本来要打 天马的一个侧身 结果跟DT的话 也是正面遭遇到了一块 悟空也来了 豪斯格来到这个顶坡上 知道自己近年有人 还想要掏雷 这个位置闪 可能会更加的好用一点 打的是远点 队友给锋利一颗烟 折了自己队友的视野 圆点还有人架枪 但是枪的精度不是很高 还是把近年的人打掉了 那队友一看这种情况 波赛只能往前顶了 而MCG也不砍南边了 直接过来进攻这个小坑位 咱们知道的枪线太多了 这一波赶紧要退 这颗雷 炸了一波 圆点枪确实多 Gardway也能打得到 是的 然后Pero也被修了 Pero被掏了屁股 趁着Pero在打千路的时候 17也从南边 刚好抓取了一波机会 17赛的这个点位本来是MCG的 MCG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圈形 选择直接放弃了抗压的一个圈面位 然后来到阵中心做一个防守 CTG看了看不能再往前拉了 被FM打得有点难受的 不是的 全是他的 圈面还都在打架 面包防二楼还能抽吧 隔几个就看能不能收到分了 因为圈面现在换分挺严重的 小路是击到了小鬼 小鬼的一波过点被击到 长得这样Pero得到了一个信息 是击倒了一个 折过来强行想引一下 然后配合高点位置 小北的一波 头皮枪法 再来在燕凤 我明的一波QE枪法 先把对方给击倒 只剩最后一个小北 小北 瞄着燕凤 对方有一个影子露了出来 再打一波拉扯 小北的血量不是很多 满血打残血 又是削弱 差一枪 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这一波的话 团战打完 也只能扶起来 17兽一个人 两人一个编制 而且这边打架的时间会比较久 引来了FM的一个相限 这样的话17也很难进圈了 在这个位置 没有办法 FM空图面积比太大了 拉出来劝架了 整体的东边已经被清完了 接下来就是西边的战场了 巨幅跟悟空的一波禁点 好好跟小阳完成了一波小配合 结果可以是被扣住了 因为他的屁股刚好被SMS给打了 这个时候有人掏出了一把大波罗 嫌自己的火力不是很足 火力 结果对手是一个更猛的枪 是的 SMS整体有点像556的猛男们 大波罗配二个 小阳状态真的在心 真的在心 他这个几波出枪基本上都是弹无缺发 要不然怎么能登上我们的近战榜呢 拳来了 怎么办 能不能打起来 五阶段了 他就五滴血 刚好不打了 先溜 反正是眼王区 12的出枪 王嫂嫂也倒了 CT系本身是和KRG在打正面的 然后远点FM一直在抽 是 他屁股后面都没什么队 都没队伍了 两个队伍打不起来了 是两个 现在我们看整个地图的一个中楼线位置 正正的 然后西边这几个队伍就相互牵制 反走车里面还有两兄弟 现在FM就是利用自己的点位优势 然后尽可能的多去获取一些积分 现在就尽量的去找这种架去劝 然后去K一些分数 因为这一局没有人再会进攻他们了 他们已经把整体的东部全部都清理完毕了 北部的队伍 KRG已经在进攻CTG的时候损失很多人了 对 压力不是很足 现在就别出太大的问题 别导人被补掉就行 对 击倒了分 尽可能自己拿了 给队有一标点 有两个人 跟二哥一起做一波协同 然后反卡一手巨服这两个人进圈 二哥在看整体东边害怕有一些独狼 二哥看了看啊 配合一下小鹿 全新刷新了 他们墨里会被我打 我这边有人 静点 小心点别死 咱们CG直死 CTG几个 CTG三个起吧 走 CG我之前打到一个王双双 拉起来了 干了干了干了 挖了 挖了 大标坡是吧 对对对 挖一个 挖了去挖了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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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还有打了还有还有我还有还有我还有小路 这个堵死了堵死了没了没了没了这边没了 有两个人 然后CTG 我的丢了我丢了 大一个大一个 大一个 有个 我这边独边有一个兄弟 等一下等一下我再丢一个 打仓一个打仓一个打仓一个 好 来来来 还有两个我打药我打药 这边这边我这边两个 我这边两个我这边两个 方向来踩我去 方向来踩我这边 好了永远那么压力很大 风一下就永远了 完了永远这边是单挂了一个点 扛了KRG蛮久的一段时间了 主要还有一个信息 SMS他也漏过枪了 是的 现在场上信息FM都已经抓全了 嗯 加拿二打一的一个 KRG一直在看 图带不这个屁股 哎 出事了 妞 已经这局想好了 正面一打三FM有点难搞 那不如看能不能再为团队获取一些其他分数吧 那是FM的两感想很难的 精力局嘛 好 拿下这一分 场上一波三打一 KRG最后一个多浪的位置 FM目前还没有掌握住 没有头盔的 嗯 接下来Y尾清完了之后就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换的